其中外界非常關心的萊豬 還有藻礁議題 柯文哲說 現在能源政策混亂 沒有實質解決問題 就是執政的傲慢 另外民進黨把反萊豬 操作成了反美豬 這更是典型的政治操作 事實上其實更重要的是討論 不要這樣 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以外科為例 你要開個癌症 不是說只有開刀或是化療或是標法試料 應該有時候是混合式的 我在很多場合都表明過 我個人是反對合式的 可是合式不蓋 那些能源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甚至產業政策要配 要講清楚 我覺得目前這種 像藻礁那一件事情 你當時就是 把深奧停掉 然後來蓋藻礁 我問你當年深奧停掉是什麼 聽什麼理由 這個就是 當年只是為了蘇貞燦要選 新北市市長 為了這個政治上理由 去把整個深奧電房 繁平什麼都做完把它停掉 然後我現在被迫要去蓋藻礁 所以今天是這樣 這個社會需要是討論對話 那要理性能解決 可是很不幸的看到 我常看到就是仇恨痛恨 這不是我們喜歡的人 保護藻礁其實是一種環保的態度 所以我每次講說要講清楚 其實我都覺得是這樣 今天台灣就是 能源政策很狂斷 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都講 包括在立法院常常就是 你看喔 你說背一格啦 你說算氣八糟的 可是並沒有實質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剛才聽到一句話也是很有趣的 你要嘛解決問題 不然就要解釋問題 你不能不解決問題也不解釋 那這就變實質的傲慢 反萊豬這個議題的話 在民進黨操作都放兩次 他一直都沒有感覺 你覺得是不是有些 你覺得不在收緊下 我們一開始的態度很清楚 源頭管理明白標示 你標明清楚 其實我跟你講 只要在土宰前三天停掉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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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料這種 來客都把它拿掉 其實雪中會有 還測得出來不太容易 所以事實上是 我們是買家 本來就可以要求說 在他的飼養過程 加一些條件 本來就可以 所以其實我跟你講 民進黨也是這樣 反萊豬變反美豬 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 典型的政治操作 反萊豬跟反美豬不一樣 老公跟你講 不是萊豬都是美豬 因為路子美豬都來自我 這兩個都這麼就兩位子 這兩個都這麼就兩位子 是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